大家好,我是小雅,来自老窝 快过新年了,今年我也收到了我老公的新年的红包 五万块钱 有很多网友都说我是外国媳妇,小富婆 大家都说我是外国媳妇,嫁到中国是最幸福的 我觉得很多外国媳妇,不同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来呢 都是一样的幸福 还有嫁比我好的可是觉得很多的 但是她们没有分享她们的日上生活 我觉得可是比我幸福也是很多 我们外国女的嫁到中国也是希望嫁到温暖的家庭 能过好的生活 有钱没钱都是一样的幸福 因为都是自己选择了 我收到了五万块钱的红包 很多网友一部分都担心我会逃跑路的 收到了钱,然后就回老窝 家也不要了,老公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大家放心好了 这个五万块钱如果收到钱,然后跑到老窝去 我也觉得没有过多少的生活 这个钱都是我老公辛苦赚来的 这笔钱我也是打算拿来过生活 就是养家的钱 很多网友都看见我老公给我赚了这么多钱 都说我老公是很有钱 我们家是很有钱 我老公是老板或者什么,说了很多 可不是,我老公也是一个普通上班的 辛辛苦苦每个月存着才有这么多 然后就转给我 因为也是过年,他也没有回来陪我 嫁到中国,现在我的生活就在中国 中国就是我的家 我也不可能会跑的 我和我老公呢 我们两个人是有恋爱的 虽然他没有在我的身边 没有在家陪我 他也是现在在外面一直在努力 为了我们过更好的生活 我也不可能收到他的钱了 就想逃跑 我也不能这么对他 我嫁给我老公呢 是我们的时间在一起 也真的特别少 一般都是巨少离多 也不是应两年的时间 七八年了 我呢还是一直在他的身边 从来都没想到过 想着离开他 现在呢我和我家人要准备去买点年货 去买点对年红灯笼 要做准备准备 因为呢是快过年了 先需要重要的东西的话就先买来放着 因为过年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也会关门 吃啊什么那些的话也要做准备 我等一下呢要去把这个钱 先取了两三千左右去买点年货 出港市场了 我们要来买对年灯笼 走 买对年灯笼啊 走 今天早上好多来了 一百四块过年了 很多人出来买点花 因为我的爱情 不得坏掉 我爸爸呢 谢谢你带来点血 没关系就在那里 太惨了 它是海盆的 它是雙層的 雙層的 這是蘿蔔蘿蔔蘿 這個 好甜 猝年大雞 好 你要一回發光 都不能買一堆牛吃 我買了一堆牛吃 一堆牛吃 一堆牛吃 買好了 紅燈籠對聯 哇好多 今天的連貨呢 我們就買了對聯 紅燈籠其他的東西的話 明天再買 今天來逛街的人都特別多 很熱鬧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的觀看 下期見了 拜拜